邱逸农,我是洪里吉 张学友的一首有名的国语歌《邱逸农》 粤语版的李湘兰 原曲是《欲知浩二》的《Ignite》 我原本一直以为这一首歌是一首描写男女爱情 深深思念的爱情歌 我不懂的是,原本的女主角李湘兰 应该是一位年龄非常之深 就连张学友都可以称呼她是奶奶的祖母及老歌星 为何会如此思念这位老歌星呢? 我昨天晚上看到原曲的电视剧《再见的李湘兰》 结局片尾,我总算弄懂了 我认为歌曲中所思念的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段人生的回忆 一段在中国长大 发光发热的精彩回忆 李湘兰是日本人 但是从小在中国长大 普通话说得非常流利 口音让人完全听不出来 她其实是日本人 因为声音优美 外形出色 变成很出名的歌星、演员 她所唱的歌曲 包括《何日君在来》 或是《夜来香》 一直到今天都很有名 只是因为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争 战争一结束 李湘兰刚开始被诬认为中国人 认定是汉奸 差一点点就被当成战犯处死 后来法官发现她是日本人 结局就是她必须被遣送回日本 按照当时的时空背景 非常有可能 这将是永远的离开中国 中国是李湘兰她的前半生的 从小长大的 全部的 最精彩的时光的所在 但是现在的她所面对的 是即将要被当成外国人 永远地离开中国 电视剧的结局 正是李湘兰正要从中国的上海 被遣返回日本的船上 透过电台的广播 听到了自己所曾经唱红的歌 夜来香 她想起了不久之前 她在舞台上卖力地表演 得到了全场热烈掌声 眼泪掉了下来 最后她说道 再见了我的上海 再见了我的中国 再见了我的李湘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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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是 《欲知浩二》的 《一起那一的》片尾歌曲 我只翻译第一段 《罗论》的音乐 《罗论》中美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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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も ずっと 泣いてた だけど 悲しいんじゃない 暖かい あなたに 触れたのが 嬉しくて ああ 行かないで 行かないで いつまでも ずっと 離さないで それから 歌詞 歌詞 音楽 全部 連貫在一起 所以 我認為 這首歌 是試著去揣摩 當年 李香蘭正在被遣返日本的旅途上 即將要永遠離開中國 思念著她的前半段人生的回憶 一段在中國長大 發光發熱的精彩回憶的心情 並不是什麼男女之間的愛情歌曲 行かないで 別走啊 我的前半身精彩回憶 你們第一次見到 三口女神的時候 李香蘭 李香蘭 你們見到 李香蘭 李香蘭 小姐的時候 你們知道 她是日本人嗎 說實話 沒關係 知道 知道嗎 知道 哦 知不知道 對 你也知道 什麼 那個時候我們頭一次見面的時候 你知道李香蘭就是我是日本人 對呀 他中國是日本 你知道嗎 知道嗎 知道 知道 哦 知道 你們知道 名字是中國的名字 但是人是個日本人 哦 知道 都知道 你們裝不知道 都知道 知道 知道 哦 你和你一起有個老太太 照顧你的老太太 照顧我的 那是日本人嗎 你看她講話都講語音的 那時候不知道 不知道山口數字 不知道日本名字 哦 就是原來 原來 那時候 我們說 李小姐 講究竟